您好 我是 义医生 我是 我的专长是专门治疗 阅读过敏症 什么是阅读过敏症 摆在书画上的书籍 总会有积累非常多的灰尘 哎呀 太脏了吧 可能让你不断的打喷嚏 全身发痒 难道看个书 全身还要穿防护衣吗 那究竟得了阅读过敏症 的经历会是什么呢 我们来听听患者怎么说 大家好我是小刘 我是一个舞者 那我最近 得了阅读过敏症全身发痒 好不舒服啊 我以前跳舞的时候传电流 都可以很顺畅 我得了阅读过敏症 我传电流变这样 一解一解到很不顺畅 很不顺畅 奇怪我怎么做得出来以前的样子 人生好苦 那究竟得了阅读过敏症 该怎么办呢 让我来告诉你 有阅读过敏症 有阅读过敏症的朋友 祥然在这边为你解忧哦 书架 书架怎么操得灰尘 百满个类数据应该是个读书人 但我不敢打开书本 怕喷嚏狂喷 有太多细菌之身头好昏 过着书我的手很脏 过敏儿的身份让我心很慌 身体好痒好痒 真的好想好想 把所有书柜全部丢掉一定超爽 吃 吃看看书 怎么好痛苦 一本有一本居然张相骨 有 点想要哭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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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355 quarter 45 吃 吃看看书 怎么好痛苦 一本有一本居然张相骨 有 点想要哭 嗚嗚嗚嗚嗚 Corebo電子書 書本領總武 哈啾哈啾 嘿 啾啾哈 打個噴嚏的皮碎 嘻哩嘻哩啦 嘿 啾哈啾哈 嘿 哈哈啾 不要灰塵請看Corebo電子書 不當不然 後面推高就是我高通把勁 耶齁 不用不可 隨行隨上我的Corebo電子書 耶齁 不當不然 後面推高就是我高通把勁 嘿 不用不可 隨行隨上我的Corebo電子書 耶齁 各位朋友 如果你有閱讀過敏症 記得來找我 我是Corebo 解憂第六成的異鄉人 愛你喔 啾